現在變冷了 大家容易會覺得 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有什麼瘦位可以預防一下嗎 我介紹一個孔墜穴 只要中醫師來 你會覺得一定按核骨對不對 偏不要 很任性 沒有 肺筋 孔墜穴是一個很像是 肺筋的十字路口 它很特別 也很簡單找 我們找到一個 只要是一個 黑的地方是我們曬到太陽 白的地方是沒有曬到太陽 肺筋就走很簡單 就是在黑白肉交接這地方 就是我們的肺筋 很簡單你就把它4加3 有沒有 它是在手肘 我們的手肘以下 4加3指橫幅這個地方 就是孔墜穴 刺激它 讓它這個地方 就我們4加3 7指橫幅的地方 這孔墜穴在黑白肉交接之際 它很特別 它可以 第一個是可以消炎 在咽喉腫痛的時候 可以刺激它解熱 它又可以去潤肺 去讓整個肺宣發打開 增加它的滋潤度 再來就是一個化痰 如果你有些胸悶不暢 比方說你痰中穴 很悶 咳都咳不出來 這個地方在流感快要過去 在吃了抗生素 吸藥 快過去的時候 它可以刺激它比較舒服 甚至可以來回摸摸 對 它就在擾骨 擾骨的肩骨頭 擾骨頭的擾骨 擾骨尖尖的地方 手肘 對 手肘 下來7個指幅 7指幅 7指幅 4加3 7個指幅的 這個地方 對 就是在 赤白肉劑 我們說黑白交界的地方 這裡 然後我們去刺激按摩它 這孔墜穴 它對於整個肺筋的宣發 消炎是比較有防止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 已經感冒的人 已經感冒的是可以的 OK 那預防有效果嗎 對 但是有些媽媽說 她的小朋友很不喜歡 人家暗東暗西的 因為穴道會比較酸麻 脹痛 其實我覺得膀胱 是非常好的 比方說你在幫孩子 在洗澡的時候 在沖熱水 就假裝在跟他玩玩鬧鬧的時候 你用你的拳頭 在我們的督賣 督賣旁邊兩指橫幅是膀胱 膀胱是整個去洩熱 去放鬆 去讓小朋友代謝變好的 在跟他打打鬧鬧玩的時候 在沖熱水 去幫他從上到下來回循按 我覺得膀胱筋的刺激按摩 就很像在吃薑湯 吃薑湯 增加發熱 產熱的效果 中醫還有所謂的蔥白湯 或蔥白粥 這個有什麼時候用 中醫來說是叫做 開門去竹蔻 開門竹蔻跟閉門流蔻 在中醫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在你胸口肺筋 你肺筋那麼多梅漿菌 或是你肚子有 糯羅病毒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再用一些藥去壓它 我們可以吃蔥白湯 讓整個毛細孔 讓整個胃去發汗 媽媽會叫你蓋個棉被 去讓它發汗 毛細孔打開之後 我們去開門送客 而不要閉門流病毒 所以蔥白湯很特別 就是讓你去發汗 去刺激你的循環 就是剛開始有感冒的時候 讓頸巾也放鬆 頭暈 頭痛也變好 有時候輕微的小感冒 流感是不行 大家知道 對 流感一定要去找一身吃客流感 是的 一定像風寒 瘦了風寒 淋到雨 吹到風 冷到頸部 痠痛 頭痛 可以用蔥白湯去做 蔥白湯是哪裡 是綠色蔥的下面 甚至你把那個鬚鬚 也流氣 不要了 因為鬚鬚的地方 它的硫化物和整個蔥的 蔥辣素才是濃度最高的地方 廣東人非常喜歡 因為其實家裡面 誰隨手都可以拿到蔥 和蔥白 通常就是煮一鍋開水 然後蔥白拍它一下 拍扁它 水開了 放進去 大火滾它 其實這個是媽媽隨手可得的 真的最簡單的方法